俄国史第六章 1855到1917年间的经济与社会 食物和饮酒 饥荒和疾病 人民的饮食习惯 在这一时期多数的时候仍和早期一样 古物尤其是以面包形式出现的古物 仍然是为多数人口提供主要卡路里的形式 最重大的变化也许是对土豆、茶叶和砂糖消费的增加 茶炊的消费在乡村是越来越普及 常常使之成为农户家里最值得骄傲的财产 外国旅游者观察到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在嘴里含一块糖就茶喝 来自统计资料和一文去世两方面的证据表明 在这一时期当中 酒精的消费越来越普及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现代饮食习惯发生了变化 正如大卫克里斯琴所指出的 持续不断的城市化和工资收入 刺激了有规律的饮酒习惯的形成 尤其是在南兴战绝大多数的周末的酒馆 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根据世纪之交的报告 许多工人整个周末都逗留在酒馆 甚至在所谓蓝色的星期一 也有半天的时间在此逗留 而且喝的更多 与此同时 尤其是在乡村当中 特别注重村舍和节日 妇女完全可以参与的传统饮酒习惯 也在持续进行 和任何时候一样 政府的酒精政策继续影响着福特加的消费 1858年和1859年 在俄国欧洲部分的许多地区 由于液体饮料经销商擅自提高福特加的价格 受到群众性的联合抵制 并对酒馆进行打砸 部分原因是由于这次骚乱引起的结果 1863年 政府开放酒精生产和销售 并终结了旧的租税包收法 按此种方法把液体饮料的租税权出售给特选的企业家 也就是租税包收入 与此同时 政府推出了消费税 在这之后的岁月里 它所能带给政府的收入 比从终结的旧的税法以后失去的还要多 新法一开始实施 就引起了巨大的变化 至少是在大俄罗斯 福特加的价格降低 而消费量增加 尽管后来政府征收的消费税有所增加 但酒精却并没有显现出任何减少的迹象 根据财政大臣维特的说法 亚历山大三世想要减少酒精消费 因而支持维特 目的在于确立帝国对福特加的国家的垄断计划 这一计划在1884年出台 逐渐应用于整个帝国 结果呢 这一次无论是酒精消费 还是政府的总收入都有所增加了 虽然政府仍然持续的依赖液体饮料的收入 也就是从1905年到1913年 该项收入占了总收入的30% 但政府在处理酒精问题上并非完全实施两面政策 政府仍然希望它能够通过鼓励人民放开饮料的方式减少酗酒行为 同时保持它的酒精收入 这样一来就可以既减少酗酒又不至减少酒精收入 作为对付有增无减的酗酒行为的一部分 政府出台了某些鼓励措施 支持一个开始于1890年代 一度极为新盛 后来成为一个显著现象的借酒运动 后来杜马开始研究如何降低政府对福特加收入依赖的有效途径的问题 但财政部一直对任何想要降低这一可靠收入来源的企图十分冷淡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做到了和平时期无法做到的事情 那就是禁酒 在总动员期间 福特加头一次被禁 1914年8月又发布了战争期间的禁酒令 除了战争之外 这一时期 俄国还受到了时有到来的饥荒之灾 干旱和不当的环境政策 包括森林采发 尤其是受到铁路建设发展刺激之后 这森林的采发量是大大的增加 还有过度开垦和过度放牧 成为时常发生的食物短缺的主要原因 1891年严重的干旱过后 在1891和1892年间 类似的食物短缺在中央黑土地带和福特加地区 再次造成了严重的饥荒 为了兑付饥荒 农民采用他们传统的兑付古物短缺的方法 纷纷制作冲击面包 把面沉长加入猪乳 像石树皮树叶 卖结野草 然后烤制 由于农民常常努力养活他们的牲畜 所以许多牲畜被卖掉了 虽然一开始政府对危机重视不够 因而制止了许多个人赈灾的行为 但政府很快就临时延缓了穀物出口 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救灾工作 政府通过地方官员及地方自治会 向百万俄国人散发穀物 来自个人以及国外的赈灾物资 尤其是来自美国的 同样也有助于克服危机 弗拉吉米尔·索洛维约夫和列夫托尔斯泰 这样的作家 向社会舆论发出呼吁 尤其是托尔斯泰 甚至自己开设了赈灾厨房 至于此次饥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 没有一种数字是可信的 正如此类情况下通常会有的情形一样 许多未成年人由于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而过早死去 1892年 颁诊伤寒、霍乱等疾异十分严重的流行于 已经被饥荒扫荡过的省份 使这些省份当中的死亡率远远的高于正常值 尽管俄国在帝国晚期已经逐渐降低了死亡率 到了1913年 他的死亡率仍然远远的高于西欧 比日本大约高出40% 婴幼儿死亡率也一直很高 到了1890年代的末期 俄国、欧洲部分省份的东正教人群当中 大约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婴幼儿 还没有过第一次生日就夭折了 在1907年到1911年间 俄国、欧洲部分的省份 同一个年龄群体的死亡率高于英国和法国的两倍 尽管疾病的易感染性从城镇到乡村是不同的 但是为了寻找工作而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的农民 却促使传染病在城乡之间传播 由于农民返乡 而使梅毒恐慌在乡村中流行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除了祸乱、颁诊、伤寒、梅毒之外 导致许多人死亡的还有其他的疾病 比方说肺病和肺炎 他们是1990年前后 圣彼得堡导致人们死亡率最高的两种疾病 还有白猴、月季、利季、麻疹、辛红热和天花 在乡下许多俄国人则由于吃了受污染的穀物而痛苦的死去